亲爱的EQ魔术师父母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KFC 是不是肯德基 KFC是不是肯德基炸基的那个名字 可是我们这是用亲子的方法 我曾经在一个立法店里面看到 妈妈跟儿子在那边一起剪头发 做头发 那个儿子当然很快就剪好了 那他就坐在里面不耐烦 儿子16岁 在美国16岁刚刚考上驾驶制造 所以他在那边不耐烦的时候 他就走到妈妈面前说 妈妈把汽车钥匙给我 不要开车出去兜风 因为我很无聊 那妈妈就微笑着看着他说No 他就说什么 我真的很无聊吗 你把钥匙给我吗 我已经有驾驶制造了 妈妈还是微笑说No 然后他就说 Wendy的妈妈都给他钥匙 都让他自己开车 那这个妈妈真的很棒 因为他没有讲说你不是Wendy 我不是Wendy的妈妈 我们家的规矩不一样 他就说还是No 还是微笑的 保持这个很冷静的样子 就很微笑的回答No 然后儿子就说 你都不信任我 You don't trust me 在那边开始跺脚了 然后妈妈还是微笑的说 可是我很爱你 就这样子 那孩子真的无可奈何 只好回去了 那也没有闹 也没有生气 妈妈就坚持她的观点 坚持她想做的或者不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感受到 这个妈妈做得很好 所以我就当场我就想出了KFC 还要加一个H H是辣的 Hot 所以K是代表Kindly F代表Firmly C是Cumely 然后加上一个H 是humorously 就是当我们很坚持的 很稳定的 很平静的 加上一点幽默感 我们就可以把孩子 一分钟内就把他搞定 虽然他们会跟你炉 会跟你吵 但是你就坚持 我觉得妈妈太有智慧了 所以我就想出来 KFC 加上是辣的 所以说当你的孩子 跟你有要求什么 或者你不想跟孩子 继续讨论这样子的题目 下去的时候 你就记住 这个一分钟内 一定要记住 KFC 而且是辣的 就是Kindly Firmly Cumely And Humorously